所以堵漏的方法 填满的方法 还原先天的方法 练忍度二脉的方法 练凸法 练三叉漏口 不漏这些方法 你们这个课会教 会逐渐地教 为什么没练忍度二脉不能成佛 那是你的身作证的身的脉 你的中脉只是性的脉 只是你的神的通道 只是神的脉 不是命气的脉 所以你不把都脉给开了 你这不可能精神成佛的 那么为什么这个方法 在藏人佛教现在失传了呢 实际上在传统的藏人佛教里面 没有人半路修炼的 像你们这般半道出来修炼的人 人家不教的 你要修 你三五岁的时候被显重 进寺院里修 那童子修到 童子修到认都 它是自然同的 像这些小孩子 对吧 女的这个没来立假之前 男的没有第一次易经这种人 那么他的这个都脉是自动 这个气是自动从多脉升任脉降的 这是要先天状态 未破体的同真状态 那么等到来立假了 出血了 男的第一次易经了 无论是梦意还是手印还是什么 你易经了 这是破体 破体以后这个时候漏了 底下漏了 这个杯子 杯子底 平底 平底漏了 就是出去了 出去你要把它补漏 堵住 修这个搓击法 修这个堵漏法 使它不漏 不漏 再把它填满 这才行 所以堵漏的方法 填满的方法 还原先天的方法 练任毒二脉的方法 练搓击法 练这个三叉漏口 不漏 这些方法 这个你们这个课会教 会逐渐地教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红阳正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